上台這次,有請 尊敬的公平主席 尊敬的微信業名義主席 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晚上好 正好 與喜愛和喜愛 我非常感激 要花了一份時間 與我們來參與 祝福 中國的152世紀 我們在家賞 祝福福福祉 Happy Canada Day 今天呢 我们在这儿过国庆 我们共祝加拿大 国泰平安 繁荣获奖 人民安康 但是大家知道 和平 不是从来都有 和平是要争取的 甚至是很多人 用鲜血 付出代价 换的 今天黄苏美女士 苏王 这个association 其实呢 就是在提醒我们 要共建 好的未来 我们不能忘记 过去 各位朋友 今天是国庆 我们在一起庆祝 让我们抒发我们 爱我们 加拿大的情怀 然后呢 我们一起共同 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做 把加拿大建设的 更加美好 而且 让世界 永远和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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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格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